我們下一位講者是來自台灣的尤知昊先生 他今天幫我們帶來的講題是關於一些數位藝術以及協同平台的一些話題 我看大家還在移動喔 那個宅舍夫現在在R1所以要跑要趕快 因為現在應該已經塞爆了 沒有這個選項 6800和128010 這邊只能到10276800 這邊最高到1280 所以你真是掉下來 他是一個 沒有 按住要先 先騎到上面 然後按住要先 OK 好 你的拿回去了 好了 OK 謝謝 我要用 銅 銅布 銅布 就是螢幕 好現在終於平靜下來 那從現在開始我來講一個三隻娃娃魚的笑話 就是我應該要看那個 三隻娃娃魚的笑話 已經不能再講 好 那再跟大家層次的表達一次 我的歉意 對不起一些都是我錯 大家早安 好 那我們還是來歡迎我們的 尤志浩 尤志浩先生 熱烈的掌聲歡迎一下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我們還在 我們兩個分鐘 本機跟延伸都要是1027 這個有看嗎 本機跟延伸都要是1027 我們這邊還要 LEAVE 最後要求他們 sense 這個就好 odds su 我怎麼轉 éc 你不然是640嗎 乖 因為我剛剛也做了一個 就是可以用這個Option 可是它沒有出來多選 現在是什麼狀況 現在是1024 640 它不是起來 因為這個Display 它不是1024 640 但你本來就是 但你就盡量不要盤 就像頭一樣 就是有那個Note在裡面 不然的話 就是 就這樣 就這樣 不然就這樣 這樣可以嗎 是 好 好 可以了 那個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題目叫縱志層層 然後 其實我之前在 美國做跟協作相關的東西的經驗分享 然後還有 想要提案 邀請大家一起參與 建構一個 副標題是激進人本科學的開放協同議論平台 那 主要講三件事 一件事是我跟協作怎麼認識 然後再來就是 我做過哪些事情跟協作有關係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提案 然後 這是我 我的名字叫 油指號 然後 我去年從美國的羅德島設計學院畢業 然後 下面是我的E-mail 然後右邊是我的 個人網站 然後我在 美國跟另外三個朋友一起 成立一個藝術家組合 我們叫BioArts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上去 我們網站看一下 那 首先跟大家講的是 在我認識協作以前做過什麼事情 那我之前在台灣是念資訊管理 然後 所以就學會寫程式 那 後來就覺得我不太想要當一個程式設計師 所以 我就跑去找別的東西做 那 就找到一個東西叫做互動設計 所以我之前就做了 跟一群朋友做了一些互動設計的 的 的 的專案 然後這個是我們 2009年的時候在 台灣 國立台灣美術館 在台中 的美術館做了一個 360度環場的一個 互動投影裝置 那是跟 台灣有一位藝術 書法家叫董陽茲 董老師 跟他的作品一起合作 然後跟 一個動畫的Studio 叫做JL 在台北的JL合作 然後做的一個互動藝術裝置 那他運作起來大概長這樣子 我們在中間設置了一個互動桌 然後 你可以透過互動桌上面的界面 觸碰或是擺東西上去 然後觸動 周遭 360度環場的 動畫 這樣還有音效 那 另外一件事我做的 就是 我 大學畢業之後 在台北的日新租資行當 志工 那當了大概 滿久的 那時候 日新老闆 就是張老闆 剛開始 找志工 然後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同模的普查 那如果在場 有沒有人知道 火板印刷 火板印刷 大家有聽過嗎 就是在 電腦排版 在照相排版之前 以前的印刷 不管是報紙 或是雜誌 或是任何的書籍 都是 一個一個字 用簽字 排出來 然後印刷 所以就一個一個字 都是可以摸得到 都是一塊一塊的這樣 那日新租資行 是現在台灣 也許可以說是全世界 唯一僅剩的一家 還在營業的 租資行 那租資行 顧名思義 它就是鑄造簽字的地方 那所以就是 所有印刷產業的源頭 那時候 因為 大家都知道 火板印刷 因為大家現在都沒有聽過 所以就知道 這個產業一定不賺錢 那就是在 就是在蘋果發明 Macintosh 之後 賣金卡電腦之後 桌上排版 電腦排版 開始大量的升行 所以 柱子行就沒有人 就是 沒生意了 那 所以 那時候 09年的時候 張老闆找志工來做 文化資產保存 就是裡面有 全世界剩下唯一的一套 1920年代 做好的一套 銅模 然後我們想要 透過數位的方式 來保存它的字型 所以那時候 邀請了很多志工 那 就跟剛剛 上一場演講 講的 志工 志工團體的組織 其實是非常困難 跟 有付薪水的 就差很多 所以那時候 我們其實做了很久 那時候 其實我也很慚愧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有開源模式 這種東西 所以 覺得一切東西都要靠自己 那不知道 就是可以透過網路 找大家來協作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其實也做得很辛苦 那 我後來也在日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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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 請他們 贊助我們做文化資產保存 可是 呃 那時候 都沒有人要給我們錢 所以那時候 雖然大家都知道 台灣政府沒效能 沒文化 可是那時候就是 親身體驗到了 台灣政府沒效能 沒文化 好 所以後來呢 一二年 是一個轉折 因為我一二年決定去 美國念書 那 我去念書的地方是 在美國東岸 接近波士頓 在波士頓南方大概 一小時車程的一個小城市 叫Providence 中文翻的是普羅維登斯 有翻跟沒翻差不多 那它是在羅德島州 它是一個 是全美最小的州 比夏威夷還要小 所以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小的州 那它雖然叫羅德島州 可是它不是一個島 它還是一個 它還是連接在美國大陸上 它是一個州 那 這個城市其實很小 講它這個城市 其實也有點太過分了 可能就像是一個 比較繁榮的小鎮 那整個城市的高樓大廈 可能大概在十棟以內 就是大家在遠方看到那些高起來的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矮房這樣 所以是一個很安靜 然後 新英格蘭就是從 那時候歐洲 歐洲人剛移民到美國的時候 從歐洲帶過來的氛圍的建築 然後整個城市就是一個 講好聽點就是小而美的城市 那 到了之後其實很快 因為念藝術有個好處 去 念藝術 我覺得在任何地方 可能都有這個好處 就是你有時間去想一些有的沒的事情 所以你就很快發現 自己可以跟當地的文化連結 然後想當地可能碰到什麼問題 然後有什麼地方是我們覺得很好 有什麼地方是我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那 接下來這一張 可能會冒犯一些人 那台灣以前在說出國 就是出國念書 就是 台灣其實就是在說去美國 台灣人說出國其實就是去美國 沒有別的地方 那台灣人以前說的國際關係就是 對美國社會的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浪漫的想像 那其實美國是一個非常商業導向的社會 就我自己的觀察 那如果有人不同意 可以直接按那個發言鈕 這樣子 那 我覺得 現在可能比較好了 可是台灣對美國這種商業導向 自由經濟的觀點 這種認同感 盲目的認同感 我覺得 還有對美國它所謂的自由民主浪漫的想像 其實還是蠻嚴重的 那我們覺得在台灣人腦袋裡 好像美國就是一個很理想的社會 可是我相信在座各位應該都知道 就其實不是這樣子 其實 不全然是這樣子 美國當然有它好的地方 可是它有 它非常有問題的地方 譬如說 它是全世界 新自由主義的中心 因為它用商業當基本 從事它的政治和文化活動 所以它給全世界帶來非常多的問題 那它在國內呢 其實跟台灣其實也蠻像的 就是它金權政治非常嚴重 就是有錢人掌控政治體系非常嚴重 那政府其實很龐大 然後沒有效率 再來就是新聞媒體也非常地墮落 那 它在貧富差距非常大 那基本薪資其實是沒有辦法生活 然後它缺乏社會安全網 所以你只要一生病 或是你只要一失業 那其實你就 馬上就是流落街頭 那再來就是它現代基礎建設非常落後 譬如說它 這麼大一個國家 可是它沒有高速鐵路這件事情 就讓我去美國的時候非常覺得有點奇怪 那再來就是譬如說它個人主義非常嚴重 所以它並沒有所謂的 它的社群的觀念很薄弱 再來就是它專業的分工 這也導致它社群和社群之間的連結很難做到 然後再來就是它所有文化活動 都是以上業導向為前提 譬如說在那邊做藝術其實 最終就是考慮到你的作品 能不能夠被大眾接受 然後能不能夠賣錢 然後再來一點也是 我之前在那邊親身體驗到 就是所謂的高等教育的企業化 就是高等教育就是大學以上程度的機構 那當成企業在經營就是要賺錢的意思 那遇到這麼多問題我覺得一定會想的事情 因為念藝術有很多時間可以自己想東想西 一定會想的事情就是 到底怎麼樣的一個社會才是一個所謂的理想社會 那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時候 兩年來碰到一些有趣的句子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是日本的勞動基準法 它的第一章第一條 那大家對法律的 法律的概念可能就是很死 然後它就是非常的現實 然後或者是說它很沒有人為 那可是我覺得這一條其實很有趣 它說勞動條件必須滿足勞工的需求 讓勞工能夠以身為人應有的尊嚴而活 那這是我自己翻譯的 因為它只有提供日文和英文 那我就只好就自己翻成中文這樣 那我覺得可是意思應該差不多 意思就是說 勞動 你工作這件事情其實為了 為了你要像人一樣的活著而工作 而不是因為應該是倒過來 就是說因為你要像人一樣的活著 所以你要工作 這樣講其實有點怪怪的 應該就是說你 好算了這個解釋好像很奇怪 大家應該聽得懂 那這邊很有趣的一些點 就是覺得我就覺得 那時候在想說什麼是尊嚴 就是人的尊嚴應該是怎麼樣 誰認同什麼樣的東西是人的尊嚴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東西是人應該得 就是每個人應該有的 那不應該被剝奪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這邊呢是德國的基本法第一條 基本法在德國就是像我們的憲法一樣 那第一條它說 人的尊嚴不可被侵犯 尊重及保護人的尊嚴 因為一切國家權利的職責 那就是說國家的存在 就是為了保障人的尊嚴 那我覺得這其實也是非常理想化的一條 至於就是實際上要怎麼實現這個憲法的大原則 或是基本法的大原則 那這個就是非常複雜的問題 那我那時候在做研究的時候 只是覺得說 有這樣的大原則 就表示說我們不是自己在發瘋 想說人的價值其實很重要 不可以被忽略 就是說其實在美國以外的地方 也是有很多人認同我們這樣的想法 那就回到理想社會這件事情 就理想社會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每個人應該都對理想社會的願景不同 那應該怎麼樣整合大家對理想社會的理想 那創造一些合理的規則 那進而去建構這個社會 那這是我這兩年或這三年在美國想的問題 那社會這件事情講兩個字很簡單 其實社會大家都知道很複雜 有各式各樣的層面 然後各式各樣的人 各式各樣的團體 組成了一個很巨大 然後互相錯綜複雜連結的一個群體 那我們腦袋裡面想了很簡單的兩個 社會運作的模式 一個就是合作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競爭 那純粹想像一個高度協調的合作 我跟純粹想像一個高度自由的競爭 其實都是相對來說簡單的 因為原則很簡單嘛 競爭就是 好我們都不管 那大家就是 大家靠自己 然後看誰最後勝出 那就是這樣子 那合作的話就是 好那我們現在由中央 有一個中央的組織來協調所有的人 然後來做某件事情 那兩個模式的規則都相對簡單 那可是我們也都知道兩個模式都不是我們 我們不想要兩邊的極端 我們想要一個中間路線嘛 所以那時候在想怎麼樣 怎麼樣根據所謂的solidarity 就是團結 然後有一個認同共同的理念和價值 如何用就是找到那個價值 然後用這個價值當基礎 在合作和競爭之間找到一個平衡 那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右派的社會 那對於自由競爭或是自由市場 抱持高度的信心 那大家也會說競爭其實是人性 競爭是人的本能 那只有透過競爭文明才會不斷地進步 那其實給大家看一下相反的論點 這個是一個俄國人 在1902年 他是一個很著名的 我們可以說他是共產主義者 或是他是一個政府主義者 那他說比起適者生存的競爭 互助才是人類延續及演化的主要力量 意思就是說 在一個族群裡面 那人類可以看成一個終極的大族群 那在族群裡面 其實並不是相互競爭 而是應該要相互協助 他用互助 那俄文翻成英文的話是mutual aid這個詞 那他用互助這個詞來跟我們說 其實就他的看法或就他的研究 他覺得互助才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主要力量 那他那時候在1902年發表這個看法的時候 其實是在反對當時的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就是逝者生存 那這種大自然物盡天責的原則 套用在人類社會上的一群人 叫做社會達爾文主義 那時候最有名的一個叫賀徐黎 那時候發表的文章 那這位俄國人克魯包特金 他寫了一本書叫互助論 就是在 有點像在回應當時社會上主流的價值 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已經15分鐘了 可是我還是沒有一張貓的照片 真是很不好意思 下次如果再參加CostCup會改進 好 那喝一口水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是有沒有人覺得你在說什麼 我怎麼也要在CostCup講這個 那我覺得時間好像手剩不多 因為我只有到40分 那我就想要快速的跳一下 這張圖其實我自己在想的時候 協作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通常大家在說協作的時候 就說協作是一個群體合作的模式 那有很多原則這樣 那就是一個組織很多人的一個方法 那其實我自己在想的時候 我覺得協作也可能是一個個人的心理狀態 就是你自己 自己在 對自己負責下決定的時候 那你的優先順序 還有你的價值判斷是什麼 譬如說你在決定你要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考慮到其他人的感受 會不會考慮到其他人的需求 會不會考慮到比你弱勢的人 會不會考慮到比你沒有資源的人 然後這些外在的因素會不會影響到你個人做自己的決定 那我覺得協作也可以做為一個個人的一個 有點像是意識形態或是一個價值判斷的標準 好 這是 紐約的一座橋 曼哈頓延伸到 皇后區的一座橋叫 Queensboro Bridge 那其實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那時候也常常去紐約 那 紐約有很多橋 那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橋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覺得 在 參與社群或是在 或是在研究協作 其實就很像是在搭橋 就是在搭人和人之間的橋 在搭社群和社群之間的橋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很熱忠來做的事情 好 接下來就快速的帶大家看一下 我在美國做的一些實驗 那 這是其中一個 這是其中一個project 就是我找了六個會講中文 會講英文的人 然後來負責 來幫忙翻譯 來做翻譯 來做一個翻譯的動作 那 因為在美國其實 我在美國想台灣的事情 那其實美國人其實不想要理你 他也覺得沒興趣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要怎麼樣 讓 譬如說台灣在地的事情 讓 在另外一個文化裡面 就在美國這個場域裡面 讓他們感到興趣 或讓他們知道我們在想什麼 那翻譯其實就是 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情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可不可以透過協作的模式來翻譯 就不要是一個 由上而下的一個 譬如說翻譯小組 來翻譯一件事情 而是有一個平行討論的模式 所以那時候就邀請了六個人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是第一個實驗就是 他是用講的 所以六個人就在台上討論 應該要怎麼翻譯後面投影的句子 這樣子 那這是用寫的 那用寫的話 就會看到一些很有趣的軌跡留下來 他就會想說 左邊是原文 右邊是翻譯 那應該要怎麼翻 那每個人有一支不同的筆 所以就會看到大概意見不一樣 比如說 to act is the only way to resist 那有人就很好笑 就想要翻譯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然後就被反駁 然後就被劃掉 之類的 好 那我想要跳過一些東西 這是我那時候 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找了G0V的成員 然後在Hackpad上面提了一些問題 那這個時候 就在14年中 14年 年初 就是在318 佔領立法院之前 然後那時候呢 G0V 我裡面一個人都不能死 除了我一位高中同學以外 所以 那時候很感謝大家 就是對 我這個 Outsider 就提出一些奇怪的問題 大家都 還是可以 在Hackpad上面 很耐心的回答 這是其中的一些問題 就是都很長 然後 很 就是很有 很糾結的問題 比如說 你在社群的角色是什麼 你認為其他人的角色是什麼 角色是如何決定 你覺得我們需要角色嗎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或是還有說 社群裡面有愛嗎 愛在協作的時候 重不重要 然後就會有人回答說 我愛女生 所以我想要參加什麼什麼 女生很多的社群之類的 或是有時候問一些 比較嚴重的問題 比如說 取得公司重不重要 然後就會有人跟你說 你覺得公司 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 重要的事情是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過程 那這個Hackpad 現在還存在 在G0V的Hackpad 那個group裡面 那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跳過 這個是我們在美國之前跟大家說的 有一個藝術家組合叫BioHarts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紐約的上週 舉辦了一個 講上週很奇怪 是Upstate 就是紐約州 不是在紐約市 是在紐約州 紐約州其實就是一個很鄉村的地方 在紐約州舉辦了一個藝術家的駐村活動 然後那時候是以生態 Ecology 科技 technology 還有自主 AutoNomy 三個為主題 然後邀請 美國和加拿大的藝術家 然後一起來做創作 那時候有邀請 我們還有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其中一位我們有 透過Email很大膽的邀請 就是美國很著名的語言學家 還有政治批評家 叫Noam Chomsky 那 如果大家去搜尋他的名字的話 可以看到他很多對現代經濟體制 還有對美國政府 還有對世界情勢的一些批判 可是他那時候居然有回信 讓我們大家都覺得很振奮 他說天啊 這個 因為他竟然是MIT的名譽教授 非常有名 非常忙 幾乎都不會回Email 可是他居然回了 他說 就覺得這個活動不錯 感覺很不錯這樣 然後謝謝你們邀請 可是Noam Chomsky 然後I'm afraid 就是恐怕沒有希望 沒有辦法去這樣 覺得很好玩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 我們那時候蓋了一個 在森林裡面蓋了一個小屋 這是我們一起架屋頂的一張照片 那我覺得這張照片 講很多事情 第一個就是 合作這件事情 在有一個單一目標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容易 那就是我們現在的目標 唯一的目標就是要把屋頂架起來 然後不要讓它垮掉 然後不要讓它砸到地板上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相對來說容易 可是 當我們要合作 合作做一個論述的時候 就在做一個抽象討論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我們合作的曬衣服 合作是晚餐 然後我們合作討論什麼是合作 或是什麼是協作這樣子 那我們那時候也是用 週曆來組織大家的時間 上面會包括誰要煮飯 誰要洗碗 誰要明天天氣怎麼樣 然後誰要用什麼場地之類的 然後做了一個 用 跟技術中有點相關 用 那叫什麼啊 Firebase 做了一個 同步的Mind Map 好 這個是我那時候參加美東第一次 G0V美東黑客松做的 跟一群人做的Project叫做 我反正把台灣做了一個翻譯的平台 Prototype 這個是我那時候在美國學校教書的時候 參與的技術人員的罷工 那在台灣罷工幾乎沒有停 就很少很少 直到近年來 不過在美國其實還蠻常見 那時候我那時候是一個約聘教師 那不過那時候我也參與了跟學生組織還有論述的工作 那時候在Google Doc上面開了一個 We the Students的一個聲明稿 那就是想要邀請所有的學生一起來寫聲明稿 然後發給學校 那最後大概有八百八十個人 人次造訪這個文件 那不過因為最後罷工在聲明發出去之前 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這聲明 在聲明完成之前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聲明都沒有發出去 那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協作其實需要時間 好 這個的話想分享給大家就是 除了我們大家熟悉的居住模式 就是一個家庭或是一個人 一間房子以外 還有各式各樣的居住模式 譬如說那時候 這是我之前 上個月在柏林的時候 借住一個朋友的朋友家 那這是一個藝術家組合的一個 也很像是不能說它是公寓 它就在一個汽車修車場的後面的一棟大房子 然後裡面住了十幾個藝術家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房間 然後你看它的右上角是一個非常很暗 晚上看不太到的一個很大的 共同的起居室 然後共同的浴室 共同的廚房 然後在那邊住了大概有四天 那就看到在空間裡面有各式各樣 大家為了共同生活 設計的一些工具 或是貼一些標語都會蠻有趣的 譬如說他們也會用像日曆一樣的東西 或是黑板 然後寫標語之類的 好 天啊 只剩一分鐘 那 七月的時候我回到台灣 那接下來呢 沒有色彩繽紛的照片 就是我純粹的想像 接下來就想要跟大家提案 五分鐘 好 接下來就想要跟大家提案說 這個所謂的開放協同議論平台 到底是要幹什麼 那首先就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就是Bullshit is everywhere 就是到處都有人在放屁 這樣講實在是太負面了 可是呢 這個是我 就是在美國一個很有名的喜劇節目 它是一個偽新聞的喜劇節目 叫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它在這個 它在大概一個禮拜前就是結束 它結束它16年以來的播音 它就是一個 模仿新聞的一個諷刺喜劇的節目 然後它的主持人就說了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bullshit is vigilance 就是你必須要隨時隨地保持清醒 然後你才能夠去對抗那些 無所不在的屁話這樣子 那If you smell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就是你覺得哪裡不對勁的話 你就應該要勇敢的發聲 就覺得說這個 我覺得這邊不對 這邊必須要大家來看一下 那這邊講到公民意識 公民覺醒還有公民參與 那這樣講的時候 就讓我覺得講得很對 不過公民參與 If you smell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那這連帶問的問題就是 那你如果想要講話的話 你要去哪裡講 然後你要講給誰聽 那你只有自己講話就好了嗎 那你自己講話之後 有沒有辦法引起更大的討論 有沒有辦法引起更廣泛的討論 更有深度的討論 然後進而在這個社會上 創造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出來 那大家都想到 Yeah Facebook 可是請大家不要再用Facebook了 那Facebook是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在新一代的網路守門員 然後他營業的或設計的目的 就不是為了一個廣泛的公民討論 不是為了一個深度的公民討論 它是為了即時的分享 是為了 reputation 的建立 名聲的建立 不是為了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Facebook並不是一個 根本就不是一個解決方法 那這個美國的 美國人講得很好 他說永遠都要 以民主的精神與方式揭發 顛覆破壞那些壓迫性的結構 唯有如此才能證明 我們根本不需要那種結構 那狗屁倒罩是我自己家的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要用符合理想的工具和手段 我們要用符合理想 如果不能這樣做到的話 就表示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完全擺脫那些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那這些壓迫性的結構是什麼東西呢 那有很多 那我覺得跟公民討論平台相關的東西 一個就是資訊不平等 另外一個就是時間紀錄 資訊不平等大家都聽過 就是有些人知道的東西 有些人不知道 那這些就會造成社群上的分離 還有認知上的偏差 那時間紀錄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大家都要工作 所以大家都沒時間 那大家都對工作以外的事情沒有興趣 這就是時間紀錄 意思就是你的時間完全被別人 或是被有權力有資源的人掌控 那就是時間紀錄 所以怎麼打破這兩個結構 我覺得就是要建構平台很重要的事情 或是必須先達到的事情 那怎麼辦呢 那第一個選項就是改變既得利益者 意思就是改變現在有權力 在進行統治行為的這些人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不太可能 就是看到某些政黨的某些人 完全太誇張了 那第二個選項就是暴力革命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適合在中央研究院 宣揚暴力革命的理念 所以還是不要好了 所以這剩下其他的兩個方法 最後一個方法就是 在體制內漸進改革帖子 就是譬如說你參選 譬如說你做公民團體倡議這樣 企圖在體制內改革 那另外一種比較激進的方法 可是又沒有到暴力革命的方法 就是所謂創造替代的方案 就是create alternative 那唯有創造新的東西 你才能有立足的地方 然後漸漸的去取代舊有的結構 那這邊我自己在想的時候 是右邊是改革體制 左邊是取代體制 那右邊譬如說你創新媒體的公司 或是你組政黨組工會 那其實都算是在體制內改革體制 那如果是你想要取代體制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做一些比較奇怪的事情 那你一開始沒有什麼人想要支持你 可是也許長遠來看 可以創造一些更多奇怪的東西 好 只剩一分鐘了 完蛋了 那我覺得大眾全面啟動 那時候在想全面啟動 就想到就是如何把大眾變成行動者這件事情 那講到行動者大家就覺得很恐怖 可能都是要上街要抗議 可是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啟動其實是想要啟動大家的腦袋 好 講了這麼久 還是沒有講到公民議論平台 那我覺得我那時候想到 不知道大家覺得好不好的一個slogan 就是一起打一場有意義的比戰 那大家在網路上討論 因為網路是現在看起來 唯一一個能夠讓一群人 很大一群人同時討論某一件事情的一個平台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在網路上打比戰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有沒有辦法藉由更精確的設計 來輔助討論的過程 那我覺得是想要做的這個議論平台最主要的事情 那這邊有五個原則 激進 激進的話我覺得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 不是說要很衝 而是說你要去追根究底 然後再來就是人本 人本的意思就是人的價值 是要當作第一要務來守護 那人有什麼價值 第一就是生存 第二就是尊嚴 第三就是自覺 那自覺的話又有個人的自覺跟團體的自覺 就在你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你同時也要讓你的群體 也能夠一起決定這個群體必要的事情 那怎麼做到 我也不知道 再來就是科學 那我覺得科學比較tricky 那我覺得科學其實不是SOP 然後其實不是說你證據拿出來 這叫科學 那我覺得是一個對未知事物的好奇與謙卑這樣子 好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最後 這邊是想像的界面 可能是長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昨天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還覺得我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因為目前只是剛開始而已 那想要謝謝大會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這是一個提案 那有很多錯誤 根本就有很多不知道在講什麼地方 然後很多漏洞 那如果等著 跟我有粗略共識的人一起來填坑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個是三個點可以連起來的樣子 左邊是階層的結構 右邊是水平的結構 那這個是九個點連起來的樣子 那看到右邊非常複雜 你要移來移去才可以看到所有的點 那以前我們只能坐到左邊 因為科技 因為社會結構 因為大家的意識的關係 因為大家的知識的關係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坐到右邊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坐坐看 還是我們要繼續的停留在左邊那個樣子 好 最後就是想要召集各種不一樣的人 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如何在網路上 如何讓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 同時討論一件事情 然後讓建立一個更好的共識 彼此的理解 那不管你是做什麼的 其實你最後都是公民 那最後就是我的E-mail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請跟我聯絡 謝謝 我們再次用這個列掌聲謝謝 謝謝你之好